月缺月圆月月生 花残何层愿东风 阴运重埋有散日 人间无情胜有情 六道轮转多须患 当下一心念佛明 纵使雨打风吹去 不过涟漪点点平 书接上文 上文书啊 咱们说到 这个天王化光 和三滩海会大神哪吒 几场交战下来是不分胜负 哪吒手下的和和二仙 用如意宝盒装了化光 被化光烧漏了如意宝盒逃脱 又有这个霹雳鬼仙呢 浅动了五方蛮雷来打化光 也让化光打败 后来打来打去 哪吒手下有一个先锋官 名叫碧温使者 这个碧温使者呢 就给天王化光下了这么一个连环套 便坐八景宫 大会敬辞妙乐天尊坐下的金刀童子 假托天曹要开 三界通明斗宝会 骗走了化光天王的金砖 哪吒拿了这个金砖 回转天曹也算交了拆了 玉帝呢又下了一道旨意 算是设了化光之前 搅闹中介之罪 看起来好像又是平息了一场风波 可是化光天王心里不是滋味啊 自己为了寻找自己的母亲 和龙瑞王结仇 被灵山如来佛祖给拦下 想要找文书朴贤的晦气 结果又惹出这场是非 还失了自己得意的法宝 现在的化光天王 既没有了神通天眼 也没有了三角金砖 这心里边别提多难受了 可是手下的千脸顺风耳呢 给他出主意 说离千田国离楼山 陆水芙蓉洞三千里 有一个地界叫凤凰山 这个凤凰山呢 有一个玉环圣母 乃是必由共通天教主 坐下的弟子 这个玉环圣母呢 有个看家的法宝 七宝七层玲珑塔 这个宝贝可了不起 也是先天至宝 按照千脸顺风耳的意思呢 咱们是怎么顿来怎么卖 你也假托天曹 假托天曹使者 要是能把这个七层七宝玲珑塔 骗过来 再练这么一方三角金砖 也算是完毕归照 化光天王呢 一计而行 说起这个凤凰山的玉环圣母 乃是结教门人 玉环圣母呢 有个姑娘 这个姑娘 名叫铁扇公主 有看官就要问了 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铁扇公主 乃是西游记 大力牛魔王的老婆 怎么就变成了什么凤凰山 玉环圣母的姑娘了呢 这里边其实啊 有一些前因后果的缘故 这话要从哪说起呢 这话得从三教 牵牙封身榜说起 想当初 结教禅教人道 三教牵牙封身榜 本来呢 是想着急 昆仑山玉须公十二金仙 上天曹听用 没想到 禅教的原始天尊呢 在底下拉偏手 帮着自己的徒弟姜子牙 大肆杀戮 结教门人 结教的教主呢 通天教主就动了真火 所以才设下了 诸仙大阵 没料想 这个诸仙大阵 又被原始天尊 还有 人教的教主 太上老君 再加上 西方教的 接引道人 准题道人 四位大圣 把这个诸仙针 就给破了 不光破了 诸仙镇 还收了通天教主 诸仙 路仙 结仙 图仙 四口 仙天宝剑 通天教主 心里 这个凹头 心想 宁元始天尊 太上老君 咱们哥仨 都乃是 红军老祖的 清传弟子 你们到现在 怎么可以 伙同外人 来坑害我 这个师弟呢 所以 通天教主 越想 越生气 就堵下了 自己的 结教的气韵 又设下了 洛仙镇 洛仙镇的 阵眼呢 乃是通天教主 压箱底的宝贝 乃叫 洛神帆 通天教主 把这杆洛神帆 交到自己的徒弟 长耳定光仙的手里 上面写着 元始天尊 太上老君 接引道人 准提道人 江子牙和 武王激发的名姓 这个大阵 要是发动起来呀 四位圣人 也得打落千年以上的修为 江子牙和武王激发 那可就得偷胎转世 二次为人 结果没想到呢 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 两个人 策反了长耳定光仙 偷走了洛神帆 让通天教主 大振 难成 而且呢 这老哥俩 大肆屠杀 结教门人 西方教的 接引道人 拿着那个大口袋 一下子就把 结教的门人 往走了好几百呀 从此之后 结教示威 本来呢 这个通天教主 就想重开水火 另立乾坤 紧要关头 多亏 红军老祖赶到 红军老祖 让这哥仨 就此罢首 但是同时呢 也给他们三个人 吃了允圣丹 哪怕你是先天的圣人 以后再生二新 也得当场毙命 结教的通天教主 在风神一亮节 闹了这么一场 是元气大伤 虽然后来收了不少的徒弟 可是再也没法恢复 当年结教门下的光辉啊 这个玉环圣母呢 就是通天教主 临了临了 收的一个关门弟子 玉环圣母 拜通天教主的时候 时常把自己这个姑娘 带到毕游宫 去朝见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 一看这个小姑娘 长得也挺可爱 也挺好玩 又是自己的徒孙一辈 就说要给这个姑娘赐名 想来想去赐什么名呢 想起了一桩恶趣味 说你这个姑娘啊 以后就叫铁扇公主吧 讲到这儿啊 还是有很多看官不明白 说你成本大套说了那么一堆 这个铁扇公主和那个铁扇公主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咱们呀 还得翻翻就账 得从西游记说起 说西游记里的铁扇公主 磅身的法宝乃是一把芭蕉扇啊 而且铁扇公主和大力牛魔王生了一个孩子 叫圣婴代王红孩儿 这个红孩儿生下来 就能够使三昧真火 可是不知道诸位看官有没有一点怀疑 为什么这个铁扇公主和牛魔王两个人 夫妻感情不和睦 牛魔王也不敢休妻呢 为什么这个牛魔王明明是个牛的样子 生下的儿子却是个粉雕玉树的小娃娃呢 为什么这个牛魔王不会三昧真火 铁扇公主不会三昧真火 生了个孩子会三昧真火呢 其实这里边呀 有些缘故啊 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折 就是太上老君的坐骑金四大王下山 拿了一个乾坤圈金刚卓 能收尽天下至宝物 孙悟空找来找去 请了三山四海二十八星秀也打不过 十八罗汉拿金刚沙也降不了 最后找到了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降服这个妖精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说幸亏他拿走的是金刚卓 他要是拿走了我的芭蕉扇 我也没有办法了 你看看这里边有些事啊 就不禁琢磨这么一琢磨 你会发现这里边出了问题了 太上老君他有芭蕉扇 铁扇公主呢也有芭蕉扇 太上老君都帅公里练丹的 是三昧真火 铁扇公主生的儿子有三昧真火 牛魔王是个牛的模样 生个儿子不是牛的模样 而且这个火焰山 本来就是当初孙悟空推倒了 兜率公的炼丹炉 掉下界来才化作了火焰山 所以说来说去啊 这个铁扇公主 其实是太上老君养的小三儿 红孩儿呢 就是太上老君和铁扇公主的私孩子 这个牛魔王呢 虽然看起来捡了一个便宜的媳妇 但是呢 也吃了软饭 所以牛魔王才在积雷山摩云洞 不愿回去 太上老君把自己这个小三儿呢 安排在火焰山的周围 给了他芭蕉扇 叫他铁扇仙 就是在这儿收点保护费 所以就算红孩儿想吃唐僧肉 最后还是封为了扇财童子 这里边的事儿瞒得了别人 可是瞒不了先天的圣人 这个事儿呢 你不知我不知 可是通天教主心里跟明镜是他 当然了 这个事儿三界六道之中 谁也不敢戳破 谁也不敢来提 可是通天教主 自打吃了允圣丹之后 也不敢找自己两个师兄 再来 罗乱 可是 现在看到这么一个小姑娘 还是自己徒孙辈的 通天教主 老人家生出一点恶趣味 你的小三儿不是叫铁扇公主吗 你的小三儿叫铁扇公主 我现在就给我这个徒孙叫铁扇公主 就好像啊 你欺负了我 我就给我自己家养的宠物啊 起你爸爸的名字 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所以通天教主 赐名给玉环圣母这个姑娘 说你呀 以后就叫铁扇公主吧 既然你叫了铁扇公主 也不能让你担了虚名 太上老君 包的那个二奶 养的那个小三儿 有一把芭蕉扇 不是叫铁扇公主吗 你既然叫铁扇公主 我也给你练上一把扇子 所以说通天教主 从自己毕游宫的小金库里 滑了滑了家底 给自己这个徒孙 玉环圣母的姑娘铁扇公主 炼出一把九龙宾铁 白宝扇 你有了这把扇子傍身 以后你也叫铁扇公主 所以说呀 这里边的事就严丝合缝的对上了 虽然都叫铁扇公主 可是这个铁扇公主 不是那个铁扇公主 这个铁扇公主 在通天教主的面前 师爷长 师爷短这么一喊 通天教主心里边 就好像三伏天吃了老冰棍一样 心说呀 大师兄啊 大师兄 饶你奸似鬼 也让你喝了洗脚水 你养的小三 现在管我叫师爷 就算未来传扬出去 看看到底是谁没脸面 谁没人缘 这个铁扇公主呢 生的如花似玉 食指尖尖 三寸金莲 是唇红齿白 也是凤凰山玉环圣母的掌上明珠 这个玉环圣母呢 还有一个儿子 名叫山成 这一天 母子三人在山中正坐之间 忽然呢 有自己手下的丫鬟使唤人来报 说天草有史前来 扳旨 圣母初营来到前厅坐下 公主呢 不见外人 看完了茶 圣母就问了 啊 这位使者 不知你从天草而来 有何归干呢 这哪是什么天使啊 这其实就是化光所变 化光言说 哎呀 无量天尊 圣母 今日天草重启通灵斗宝会 命下官前来贵宝地 借您的七宝玲珑七层塔一用 用完即刻送还 这个玉环圣母呢 听了这个话觉得有点奇怪呀 说啊 天使 往年的这个三界通明斗宝会 不都是本主带着宝贝 去天庭斗宝吗 化光天王 假意推辞 啊 圣母有所不知 今次的斗宝会与往年不同啊 这次这个斗宝会 乃是玉皇大帝 他老人家想出了一个新的玩法 叫做世界博览会 啊 世界博览会 又是什么玩意儿啊 啊 圣母 就是玉帝呀 把三山五岳上中下八栋神仙的宝贝 放到一个地方一起来展览 等到展览完毕之后 物归原主 绝不迟疑 玉皇圣母听到这儿心里不再犹豫 可是呢 在把这个七宝玲珑塔交给他的时候 还在这儿说 啊 我说 上天的使节呀 金塔今日交给你拿去 我自然是放心 不过 通明斗宝会这个事一完 宁可千万要送还给我呀 这儿 我这个宝贝可有用 因为这个凤凰山啊 周围有很多的妖怪 要是没有这座七宝玲珑塔 没法压制 所以 我还要借此塔傍身 花光天王假意客气 哎 圣母不必忧虑 借去斗完宝之后 即刻送还 这位玉环圣母呢 不宜有诈 就让自己的儿子 山城 取出了七层七宝 琉璃金塔 交给花光天王 假变的天使 送别去了 这边呢 这个姑娘 铁上公主躲在后殿之后 听见来人的言辞 觉得这个天使怎么毛头鼠尾呀 而且呢 他也没通明 只说是上天曹派来的使者 所以心中起了疑 联盟出来对自己的母亲说 娘啊 方才来的这个天使 而听他言辞似有惊慌 前言不达后语 恐怕不是真正的上天使者呀 难不成是什么妖怪假变吗 倒不如让我弟弟山城 在后边赶去 也免得出什么岔子 玉环圣母听完自己的姑娘 这么一说 仔细这么一盘算 觉得很有道理呀 说道 而啊 你说的对 连忙命自己的儿子山城去赶 这个山城公子一路赶到南天门宝德关外 山城问守官的天将 啊 上先 温天曹起通明斗宝会 不知何日举办呢 守门的天将护法神就说了 最近呢 天曹没起过通明斗宝会 山城又问 刚才有一个上天使者 拿着一尊七宝七从玲珑塔入关 你看见没有啊 天将护法神就说了 啊 也没有天使下界 也没有人闯进宝德关呢 山城问完了 吃的自己娘仨上了当时抱头哭了一场 回到家中见了自己的母亲姐姐把前世说了一遍 才知道上了当了 母子大哭啊 哎呀 这可如何是好 且不说此地妖魔鬼怪甚多需要此宝来镇压 万一 万一 日后 玉皇大帝再来讨要此塔 怎生了得呀 咱们娘仨这不是误入了传销窝点了吗 山城公子言说 娘啊 现在烦恼也是枉然 咱们家和南海官师音老娘娘一向关系不错啊 这个官阴老娘娘前生乃是慈航道人 她是牵手牵眼 法术通天 既然咱们家和南海官师音有这么多的来往 倒不如啊 上南海找官师音菩萨问问 问问她 看看这个金塔到底去了哪 但凡有个确处 咱就是死 也得把这个宝贝弄回来 圣母答道 既如此啊 儿啊 你快快前去 话说这个山城公子上南海 求教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不知说出怎样的话来 这边这个铁扇公主得了七层七宝琉璃金塔的消息 又要惹出怎样的风波 化光天王怎么来把这后事了结 我们下回分解 耶 好